秦晓有今日可真是让老夫大开眼界呀 进入大厅才是坐下 古野大师便是感慨到 复合丹 这个新的名词让他永远的记住 他可不像旁人 他记得清清楚楚 秦义辰当时说的是 辽元丹是复合丹里面的一种而已 也就是说 秦义辰掌握的不仅仅只是辽元丹这一种复合丹 让大师和周大少爷见笑了 秦义辰这个时候却显得很谦虚了 那羞涩的模样让周天威忍不住翻了翻白眼 不过他心中却在嘀咕着 难怪这家伙面对自己的时候那么底气十足 不知小友诗成何人呢 古野大师很是谨慎地小心问道 秦义辰面色古怪地瞥了一眼旁边的周天威 然后再次拿出上次对待周天威的那番说辞 我师父说我太过愚钝了 在没有得到他老人家认可前 他不让我以他弟子身份自据 古野大师的反应和当初的周天威差不了多少 老脸顿时有些发红发烫 往他还一直以自身成就而自熬 眼前这少年除了修为比他低一点 任何方面都要比自己强啊 而且秦义辰才多大呀 领师果然是绝世高人也 最后古野大师感慨一声 徒弟都已经这么逆天了 那师父该到哪种程度去了 古野大师根本都不敢想下去了 至此 古野大师基本可以确定 秦义辰绝对拥有入戏造影 想到这里他看向秦义辰的目光 愈发的火热 他已经有些迫切的想要知道 入戏境界究竟与入门有什么不同之处 秦义辰自然知道他的意思 方才古野给足了他和飞乐商会的面子 这个时候古野的要求他自然不好拒绝 而且说起来 前世古野对他也是有恩的 无论是天赋有多好的人 要想成长起来 必须要有人指点才行 黑灯瞎火靠自己的话 就如古野这样 几十年都卡在同一个位置 寸步难尽 秦义辰拿出那个显得有些破旧的小单颅来 所谓入戏 神如针 利化丝 绵长而坚韧 秦义辰口中念着晦涩难懂的口诀 一旁的周天威听得一头雾水 而古野先是一愣 旋即眉头促起 似乎是在思索着什么 秦义辰没有去打搅他们 在读着口诀的时候 他身上的气息顿时就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 随后 他随手拿起一些药草 就扔进了小丹炉里 小 卷起 丹炉之下升起了火焰 秦义辰的精神力控制着丹炉的温度 缓缓地将其中的药草炼了 而见到他这一系列动作的古野 并没有如普通人那样 觉得他不谨慎 相反的眼眸内一片震撼 任何事情 讲究的就是一个熟能生巧 称药也是一样 秦义辰拿药的时候 没有半点迟疑 这说明 在他拿起那药草的时候 重量就已经在他心中了 这是何等可怕的熟练度 这真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能做到的事情了 还不带古野过多的惊讶 他的眼瞳微微一缩 注意力又是被秦义辰在丹炉上方的手法给吸引了过去 只见得秦义辰的手掌 似乎是随意地在丹炉上方挥动 左拍一下 右敲一下 看似无意的动作 实际却是打出一道道力道不一的精神力进入丹炉 控制着丹炉里的每一位药草 整套动作行云如流水 看似没有什么规律 却让人觉得很舒畅 甚至古野期待着这只手掌的每一次挥动 仿若自己的精神力都因此得到了洗涤一样 而随着秦义辰手掌的每一次挥动 丹炉之内的药草便是随之流动 每一种药草都是恰到好处的被炼化成药液 没有半点失误之处 他的整套动作仿若是有魔力一般 古野和周天威都是目不转睛的盯着 似乎生怕漏掉了某个细节一样 秦义辰的手掌陡然一番 一掌拍在丹炉之上 旋即一些杂质便是从丹炉之中喷发而出 被他随手扫落在一旁 此时 在丹炉内静静地流淌着一些 清澈到几乎透明的液体 随着秦义辰的动作停止 周天威的神区微微一颤 回过神来 不过 古野却是闭了眼睛 微皱眉头 许久没回过神来 老周天威见古野的义状 微微一愣 还不待他叫出声 便是被秦义辰一把捂住了嘴巴 别出声 你老是能不能踏入入戏境界 可就看这一次了 秦义辰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感觉到耳角传来的热气 周天威的脸面瞬间便是通红了起来 不过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秦义辰已经是悄然掠开 虽然心中想骂他几句 但是在见到自己师父后 周天威只得忍着心中的羞怒 静静地待在原地 只是拿眼神狠狠地瞪了秦义辰 这家伙 在他面前是越来越放肆了 入戏 入戏 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这就是入戏 约摸过了十几分钟 古野大师的身躯才是猛的一颤 旋即他睁开眼眸 眼睛内一片惊喜 嘴中先是低难了几声 旋即狂笑了起来 一直以来 他踏不出进入戏的那最后一步 是因为他根本不了解 什么是入戏 而在方才感应到秦义辰 故意流露出的精神力后 他悟了 这就等于 原本漆黑一片的前方 亮起了一盏明灯 虽然 此刻古野大师还没有突破 但是那也是迟早的事情了 老师 见他如此失态 周天威眼中闪过了一抹诧异 他何曾见过如此疯疯癫癫的老师啊 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只是他并不知道 以他的精神力 根本就感悟不到 方才秦义辰控制精神力的精髓 半晌 古野大师才是长长的吐了一口气 然后对着秦义辰拱手 带着几分敬意 秦大师今日指点 老朽 永济在心 他连对秦义辰的称呼都改了 在这个世界 无论是修武意图 还是炼丹意图 都是打者为先 大师 可是要折煞小子 在古野大师 要攻身行礼的时候 秦义辰连忙扶住了他 满脸汗颜 大师之所以被困在原地 只是因为对若熙境界不了解而已 今日之事 小子只不过是拘手之劳 实在是不敢拘功 其实就算没有他 古野也会在几年之后就突破了 他只不过是将时间提前了几年而已 然而 他们两人的一番对话 却是让得周天威心中 犹如响彻一道惊雷一般 这时他才知道 古野要突破了 入戏啊 哪怕是中周炼丹师工会的那些长老 也不过就是入戏而已 周天威无法想象 若是这个消息传出去后 会引起多大的轰动 不过 貌似眼前这个家伙早就已经是入戏了 妖匿啊 这家伙简直就不是人了 大师 还是称呼我为亲小子吧 怪不习惯的 秦义晨摸了摸笔了 这 古野大师犹豫了少许 还是点了点头 硬承了下来 也不拖了 那 我就叫你秦公子吧 秦公子 这次来王城 应该是来参加炼丹师大会的吧 那你不拖了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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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拖了